新闻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俄罗斯2月24号出兵侵略乌克兰以来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而乌俄最新一轮的谈判 在土耳其登场 莫斯科宣布大幅缩减乌克兰首都 跟北部的军事活动 似乎透露出来一些和平的曙光 但是后来 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却打脸表示 双方谈判没有任何的突破 在达成协议之前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并且强调造成达成停火协议 其实面对的困难非常多 所以替本来传出来的谈判情绪 泼了一盆冷水 与此同时 北约盟国也对俄罗斯承诺 缩减军事行动抱持怀疑的态度 他认为先前的谈判突破 只是一个战术上的转变 因为他们还是听到 在基辅附近传出来袭击的消息 而白宫发言人也说了 根据美国情报单位掌握的资讯 俄罗斯的总统普廷 其实并不清楚俄军在乌克兰的实际情况 也不了解俄罗斯经济遭到制裁的冲击 原因是他身边的幕僚 根本不敢说出真相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路透社的报道 有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 美国现在握有情资 非常明白地指出 其实普廷长期来都觉得受到了俄国军方的误导 导致他现在根本不相信军方领导臣 而普廷甚至不知道 他的军队在乌克兰使用的是异物异的军人 而诸多的现象都透露出来 俄国的军方传达给普廷的准确消息 其实明显中断 不过俄罗斯的经济 真的有因为被制裁而出状况吗 我们就以俄罗斯最重要的天然资源为例 石油来看一下目前为止最新的情况 俄罗斯的石油其实还是有很多忠实的买家在买单 比如说印度 印度呢 其实他们是全球第三大的石油进口国 他们需要买很多很多的石油 那对俄罗斯来讲 他跟俄罗斯买 当然他有相当程度的消费力道 那他到底买多少呢 你来看 印度在2021年 去年一整年 他就买了俄罗斯的石油将近1600万桶 甚至在今年2月24号以来 2月24号是什么日子 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印度已经买了至少1300万桶的石油 去年一整年买了1600万桶 然后今年还不到一季就已经买了1300万桶 表示在俄乌开战以来 他还越买越多 而且印度的利用厂还一直透过现货招标的方式 来抢购俄罗斯的石油 就是趁着其他买家害怕美国警告而缩手的时候 大量买计 其实在正常的水准下呢 全球每10桶的原油就有一桶是来自于俄罗斯 但是美国不是一直说要制裁吗 全球其他国家根本不敢继续跟俄罗斯买 所以俄罗斯的石油的确是越卖越少 那推估从4月份开始俄罗斯的原油还有成品油 可能每天都会少卖300万桶 但是您看到印度其实还是继续在跟他买的 那虽然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并没有真的说好我阻止你不准买 他只是一直呼吁叫大家不要跟俄罗斯买石油 但是最近谁被盯上了 就是一直在跟俄罗斯买石油的印度 因为印度一直跟俄罗斯买石油 而且越买越多 我们刚才看去年一整年他买了1600万桶 结果今年呢 俄罗斯开战以来 他居然已经买了快要达到去年累积的总数了 那甚至有美国的政府官员对印度警告 说如果你们还是继续要跟他买石油的话 恐怕会面临非常巨大的风险 那面对美国这样的反应呢 好现在有美国不具名的人士透露出来说 美国其实没有完全反对印度来买俄罗斯的石油 只是有几个前提 第一个你不能让俄罗斯赚太多 所以必须要以打折价的方式跟他购买 你跟他买可以 但是你要跟他说 是不是能够折价来购买 不要让俄罗斯赚太多的石油钱 第二个你不能在货币上对俄罗斯妥协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以卢比或者是美元来进行交易 不能像俄罗斯之前说的一定要用卢布来交易 那这就会增加卢布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买可以 但是不可以把比以前买的还要来得多 因为美国认为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一定要采取强而有力的集体制裁 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赶快结束这场战争 那看起来美国是冒足了权力 要拉拢盟友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是不是四面楚歌 制裁声浪四起 那到底还有谁跟俄罗斯是站在同一阵线呢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态度 好中国现在传出来也有一些 这个切割的状况吗 因为根据美国媒体路透社的报道 他说有消息人士指出啊 中国国营的中国石化集团 现在呢居然已经暂停在俄罗斯进行的 重大投资跟谈判 那中石化暂停的投资项目高达5亿美元 他们原本呢 是要跟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 西布尔来合作 但是现在好像也有一点变数了 那让人很难不跟西方制裁这件事情联想在一起 那消息人士还加码爆料哦 说除了中石化以外呢 现在中国另外两间的石油巨头 中石油还有中海油这两家公司 他们高层也传出来被中国的外交部找去喝咖啡 要做什么呢 传出来啊 中国的外交部正在审查这三家公司跟俄罗斯的合作业务 甚至还传出来被敦促说 你们现在先不要采取任何的举动 先不要购买俄罗斯的任何资产 那对象的爆料 难道代表中国暗地里也在跟俄罗斯切编吗 那中国的外交部说了 哎呀 中方没有必要向其他的国家来报告 是不是有内部的会议 那中国外交部将的回忆就是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所以您认为中国真的打算要停止跟俄罗斯的合作吗 而印度真的会因为美国的要求而少跟俄罗斯买石油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炮火连天街道房屋满目疮痍 乌尔战争开打一个多月 新一轮谈判似乎进入胶着 各城市战况依然激烈 不过据路透报道 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 目前全球已经有33个国家加入出口管制策略 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民生经济 也对战车生产造成打击 各国严厉制裁奏效 俄罗斯两家主要战车工厂因为零件短缺已经停止生产 俄罗斯晶片设计商贝加尔电子也无法取得侦查设备和通讯设备所使用的晶片 另外美国商务部也指出台积电撤出俄罗斯市场 以导致当地企业MCST无法取得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和情报系统的自研晶片 而为了掌握半导体产业优势 台积电也目标在第四季完成先进封测厂机台更新 力拼联省4000万度电减碳2080公吨 加上避免特殊气体受到地缘震值因素影响 都渴望带动本土气体及设备业者下半年业绩持续成长 不管是晶元代工厂或是低润厂商 不管是台积联电Intel或者是三宋 他们都有一些扩厂的计划 对啊 现在办得蛮乐观的 对我们设备来说这个需求还是存在的 我们这边设备厂商的需求 我们的主要客户对我们下单的还蛮多的 另一头面对中国大陆部分城市采取严厉风控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随示警 地缘政治因素引发的通膨 影响消费性需求下滑 但车用高效能运算需求依然强劲 今年营运成长目标展望不变 记者曹德宁 陈波城台北采访报导